好的电影 改变你的认知 粗通琴棋 酷爱读书 浪漫主义小说里的冒险和爱情 最能让她想如飞飞 由于母亲早逝 艾玛平时帮父亲打理农场 但艾玛和父亲都觉得 让她成天养鸡 喂鸭 种地挤奶 实在器材 她值得更好的生活 就是在这时 夏尔包法利一生闯入了艾玛的生活 某次艾玛的父亲摔断了腿 夏尔驾着马车上门看病 夏尔是个外貌思想 家境医术多很普通的老好人 可几次问诊下来 却对名模号池的艾玛惦念有加 父亲看出了夏尔的心思 心想夏尔虽然是个官夫 但好歹品行端正 工作体面 把女儿嫁给她 既不用出多少嫁妆 还能让女儿走出农场 艾玛没有谈过恋爱 她看夏尔轻易治好了父亲的腿 以为她相当能干 因而生出一种朦胧的好感 还向她展示起自己音乐绘画的特长 在那个女性无法获得体面工作的时代 结婚几乎是开启新生活的唯一途径 虽然艾玛对夏尔的好感 远不如小说里那般强烈 但她觉得感情和生活 大可以在结婚后慢慢经营 于是在三方同意 邻里欢庆下 艾玛成了包法力夫人 然而婚后生活很快让艾玛大师所望 夏尔每天早出晚归的出诊 过了十点才回家 她的言谈单调乏惠 既无独特见解 也无生活情趣 她对艾玛百依百顺 觉得有个天仙般的妻子 每天给自己做饭 已经是三生有幸 艾玛却觉得受了骗 她以为理想中的丈夫 就算不是她这几彩祥云 也该身着燕尾服 脚灯牛皮靴 待她领略世间的美好 但夏尔和这相聚甚远 而看到丈夫对她的苦恼 一无所知 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她的心里也就越发不满 后来两人受到夏尔的 一位侯爵病人的邀请 去参加一场上流舞会 夏尔本以为此举能讨艾玛开心 没想到适得其反 舞会上的男女 无不身着华服 贪吐优雅 谈论的话题 不是昨天去了哪个名胜古迹 就是谁家的赛马又得了优胜 艾玛还观察到 一男一女暗通缓曲 两人无疑是情人关系 这种充满惊喜 仿若流动盛宴的生活 不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吗 论聪明美貌 自己生活在场许多夫人小姐 然而舞会结束 她们的生活精彩依旧 自己却要重归贫乏 这种巨大的落差 让艾玛感叹命运的不公 舞会之后 艾玛变得越发消沉 甚至面露病色 这让夏儿十分担心 为了让艾玛换个环境 调养身体 夏儿痛下决心 决定离开 行医多年的多特镇 搬到更大 更热闹的永镇 这个建议 果然让艾玛眼前一亮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 她和夏儿出发了 来到永镇后 夏儿的工作依然繁忙 但艾玛有了社交 她们夫妇主要和两人来往 夏儿的同事 药剂师奥梅 以及接宿在药剂师家的 年轻书记员 莱昂 莱昂头发金黄 面容清秀 第一天就注意到了 风姿绰约的艾玛 而艾玛同样觉得 莱昂像一阵清风 两人交换对音乐和自然的见解 谈论阅读的享受 艾玛让莱昂为自己朗诵诗歌 每当读到爱情段落 莱昂都会特意放慢速度 夏儿和药剂师对紫淑视无睹 两个当事人却如沐春风 这种恋爱的兴奋喜悦 是艾玛对夏儿不曾有过的 他喜欢 不一定 他喜欢 他喜欢 不过艾玛有时会记起 自己已经嫁人 最近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有时故意冷落莱昂 心里其实盼望莱昂 能更加主动向她表露心计 可感情出男来昂哪懂这些 眼看艾玛对自己忽冷忽热 便开始觉得艾玛遥不可及 准备另做打算 艾玛试过投入家庭做个好妻子 然而她还是她 夏儿还是单调的夏儿 到头来她只感到更大的悲哀 艾玛想向神父求助 神父觉得 像艾玛这样不愁医时的妇女 按理说应该无可抱怨 何况艾玛如果不舒服 她丈夫不就是医生吗 某次女儿在她正烦心的时候 喋喋不休 她不耐烦地推了一把 结果女儿嚎啕大哭 自责和厌气就这么来回交战 搅得艾玛心乱如麻 正在这时 她得知赖昂即将去巴黎 攻读法律 临别时 两人还是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 赖昂走了 留下艾玛满心悔恨 以为就这么永世真爱 赖昂撩拨起的欲望与不甘 并未凭空消失 而是继续成了一个艳色湖 等待别人将她引爆 来者名叫鲁道夫 是永镇周边一个富有地主 他高大英俊 风流倜傥 脚踩马靴走在土里土气的永镇 仿佛自带光环 某天他带仆人找夏尔看病 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艾玛 他惊讶于艾玛的美貌 也立刻看穿了他的处境 丈夫外出看病 他只能在家补袜子 他一定想住在城里 像鱼儿渴望水那样渴望被爱 卢道夫决定在一年一度的农业展览会上行动 趁着观众全被颁奖里吸引 卢道夫挽着艾玛登上一栋无人的小楼 正如鲁道夫所聊 艾玛也早已心动 但他毕竟还是顾忌伦理道德 这时窗外乡身们正有条不紊的颁发农业奖项 而鲁道夫向艾玛发起了迅猛攻势 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浪荡子 声称这世上除了感情没有别的事值的追求 他抨击世俗的繁文入解 声称他阻碍一切纯洁的情感 如果说道德是增加幸福 那么此刻他和艾玛两情相悦 难道不是最大的道德 艾玛流泪了 他觉得此刻身处制服 从前的压抑全都一笔勾销 小说里的浪漫爱情 如今他算亲身体验了 艾玛和鲁道夫热恋半年后 进入了一种例行公事的平淡 这个时候艾玛后悔了 他觉得对家人有所亏欠 夏儿毕竟没犯什么大错 自己也许还是应该试着爱他 追求一种更加健康的感情 一个机会摆在了他面前 当时巴黎传来一种智博族的新手术 药剂师鼓吹进步思潮 于是窜跌夏儿给跛脚的旅店伙计 做这台手术 这种据说没有风险的手术 一旦成功 不仅能帮到病人 还能让夏儿名声大振 让永振站上科学潮头 可以说是三营之举 艾玛也全力支持夏儿做这台手术 想证明丈夫仍有可爱之处 夏儿埋头钻研了几个晚上 最后用紧张发抖的手 把手术做了 结果却是 伙计那只原本不怎么影响生活的博族 如今从膝盖以下都长满了坏居 得亏老板娘另请名医 为伙计截肢才保住性命 如此一来 手术的事变成了全症的笑柄 艾玛绝望了 哪怕夏儿粗鄙庸俗 但学识出众 能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 自己也会甘愿追随 然而现实却是 她连个脖子都治不好 这样的男人 让她如何去爱 艾玛重回鲁道夫的怀抱 甚至提出要和她私奔 这让鲁道夫觉得十分疯狂 她承认艾玛很美 但也只是众多美女之一 自己总不能就此被套牢 她嘴上答应艾玛 后天在旅馆见面 两人远走高飞 但当艾玛做好一切准备 满怀期待地前往时 却收到鲁道夫不辞而别的分手信 艾玛受不了这打击 大病了一个月 终于在夏儿的招料下 逐渐康复 可一想到自己厌恶夏儿 却被鲁道夫抛弃 总让她倍感屈辱 然而就在艾玛大病出狱时 命运又让她和莱昂重逢了 为了让艾玛放松心情 舒缓病情 夏儿带艾玛去附近的省会 鲁昂看戏 正碰到从巴黎归来 在鲁昂工作的莱昂 见到艾玛 莱昂眼前一亮 为了让艾玛多作停留 她声称明晚还有一场好戏 夏儿明天有事 却建议艾玛留下来 和莱昂看戏 老是芭蕉的老好人啊 她什么都没发觉 还未有人能帮助艾玛 走出病情而感到高兴 于是艾玛半退半就 莱昂喜出望外 第二天 两人就在旅馆见了面 一别两年 两人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莱昂不知艾玛 也和别的男人偷偿爱过 只知她的风韵有胜从前 而莱昂也在巴黎的 花花世界中退去了羞涩 她告诉艾玛 自己一如既往地爱着她 谁让我开始了 我的朋友 我太老了 你们太年轻了 忘了我 其他人都喜欢你 你们都喜欢 不像你 不像你 实来的告白 让艾玛心花怒放 但她却没有立刻回应 第二天 艾玛还在做着心理斗争 却被莱昂拉上一辆马车 这回 艾玛再也没有克制自己 莱昂命令车夫 不要停车 窗帘紧闭 情欲四流的马车 就此 跑遍了鲁昂的大街小巷 后来 艾玛以去鲁昂学钢琴为名 每周和莱昂优惠 和鲁道夫不同 莱昂望向艾玛的眼神中 有种年轻人的崇拜与奉献 艾玛为之陶醉 并承担了所有约会费用 对莱昂怀以销魂热吻 仿佛莱昂是个孩子和情妇 她爱玛则是母亲和情夫 有时激情退去 她也会感到欣慰索然 但她也会安慰自己 自己毕竟爱着莱昂 可就在这时 致命的危机却爆发了 某天艾玛回到家里 发现一张 限她24小时内 偿还乐侯先生 八千法郎的船票 如若不然 就要依法没收 她家财产用于抵债 原来 乐侯是永珍一名黑心杂货商 艾玛花样百出的 服饰 家具 化妆品 都是购子她手 她屡次对艾玛上门推销 声称凭借夏儿的信用 艾玛可以先用后付 分期付款 艾玛经不住诱惑 每当心情不好 或很好的时候 就都用买买买 奖励自己 之前夏儿的父亲去世 把不动产留给了夏儿 艾玛卖掉了一座宅子 准备还债 这时候乐侯却劝她 把钱留在手上 只需延长债务期限 按每月最低还款额 还款即可 对财务没有任何概念的艾玛 一看还有这种好事 就答应了 就这样 债机债 利滚利 当乐侯瞅准艾玛肯定没钱还债时 她发出了致命一击 艾玛感觉天要塌了 法院来抄家 夏儿便会知晓一切 但艾玛最无法忍受的 不是夏儿的怪罪 而是她很可能表示的宽宏大量 那时 她将在夏儿面前抬不起头 可她又打心里认为 自己的悲剧 就是始于和夏儿的相遇 艾玛却找乐侯请求宽限 但后者游言不尽 艾玛心想 也许不用八千法朗 弄到个三五千 就能让乐侯暂时放过自己 然而根本没人愿意借她这笔钱 走投无路之际 她找到莱昂 希望莱昂能替她筹钱 实在不行就去挪用公款 她知道这很冒险 但她这么爱莱昂 假如两人为之互换 自己一定会为她赴汤蹈火的 在艾玛的诱惑下 莱昂险些屈服了 但她终究在心里做了取舍 她声称明天就会找朋友借到钱 交给艾玛 可从莱昂闪烁的眼神里 艾玛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第二天 在女仆的建议下 她去找了镇上有钱的公证员 齐约曼 谁知公证人对艾玛垂涎已久 想要艾玛卖身交换 这触碰到了艾玛的底线 她艾玛的身体能献身爱情 绝不能屈服于金钱 她绝不接受这种恶心的勾当 然而 莱昂也真的没有来 就在艾玛陷入绝望之际 她想到了最近回到永珍的鲁道夫 她那么善良体贴 慷慨大方 怎么会不愿意借她三千法郎呢 于是 艾玛取到那条从前优惠时 长走的小路 来到了鲁道夫的豪宅 艾玛的突然出现 让鲁道夫会两年前的不辞而别 感到尴尬 然而艾玛只是不痛不痒地称怪了几句 并含着笑流着泪告诉鲁道夫 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就在鲁道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好奇怎会有这种意外之喜时 艾玛谎称丈夫破产 提出向鲁道夫借三千法郎救急 鲁道夫的脸色一变 淡定地说 自己没有这笔能给艾玛的钱 鲁道夫一再重复 特指没有这笔能给艾玛的钱 艾玛不相信鲁道夫没钱 像当初热恋时 她送鲁道夫的礼物都有上千法郎 以鲁道夫的身价 如果真的爱她 不可能凑不出三千法郎 艾玛的心死了 为了情人 她愿意做任何事 然而一到紧要关头 他们全都冷漠自私 她想在贫乏的现实里 实现文艺作品里的爱情 她一度以为成功了 到头却发现 那不是爱 只是激情和欲望的混合物 出于厌倦人生而非畏罪 艾玛去药机师那儿 偷服了大量披霜 回到家中 夏儿正因为查封一事 焦头烂额 等着妻子给她一个解释 但艾玛只是交给夏儿一张纸条 求她明天之前 不要问任何问题 然后就上床躺下了 第二天 眼看艾玛情况不妙 夏儿才从纸条上 发现服毒的事 但此时的艾玛 也是神仙难救了 药剂师 神父都来了 夏儿在艾玛身边 哭成了泪人 她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和她在一起 艾玛难道不幸福吗 但艾玛告诉她 她是个好人 不是任何人的错 但她也只能这么做 暖洋洋 天气放晴 大姑娘动了春心 弥留之际 艾玛隐约听到了 一个瞎子的歌声 她在王返永镇和陆王 去约会的路上 常碰到这个瞎子 艾玛不禁大笑起来 随后就咽了气 艾玛死后不久 夏儿也死了 他们的女儿 先是被一位姨妈收养 而后被送进一家棉房厂 做了童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22年的台词周历 如期而至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微信淘宝 搜索开心人的店 新年礼物的博二之选 我是小明的媳妇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